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當你買了一隻玩具之後呢 你發現這隻玩具呢 實質上是爛到很靠北的時候呢 你心裡面就會莫名的一股無名火 那今天我要為各位介紹的這一款呢 也是在讓各位務必一定要把我的影片認真的看完 今天介紹的這一款呢 Steel Series 34的一個Megatron 各位可以看到盒子上面呢 我一共有兩隻 那當然這一隻是我朋友請我幫他寄賣的 那這一隻呢已經有零件是斷損的 各位可以看這一塊東西 這個東西呢各位應該不陌生 就是在你Steel Series這一款 Megatron的左右手臂裡面的一個旋轉關節 原本是兩片左右的 那這邊當然硬是被轉下一片 這個東西呢在一開始你拿到的時候 你是根本沒有辦法檢查的 你必須要拆開了完之後呢 你才會知道 那當然這也是這一隻很落賽的地方 當然你在使用上呢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解 那今天呢這一款 Steel Series的一個34 Leader Class的一個Megatron 首先盒子呢非常的漂亮 但是內容物很落賽 他會跟各位講 盒子上面寫著呢 他一共有30個變形步驟 加上這一隻小隻的怪物 那今天呢我重點不是介紹他 所以我沒有把他拿出來 然後裡面呢有一份 非常的不清不楚的說明書 雖然說很長一頁啦 然後跟你講這隻玩具怎麼玩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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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他很重點的地方卻沒有講到 就是手的這個旋轉關節這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說明書裡面沒有認真的跟你說到他 那這也是會造成你在把玩這場玩具的時候呢 會導致悲劇 OK 那我朋友的那一隻呢就悲劇了 那我這是藉由朋友的玩具呢 來跟各位稍微借鏡一下 首先呢玩具就各位看到了這樣子 密卡燈上面有一塊像這樣子的布旁 這個就是 這個布應該很像那種麻布的那種材質 然後經由官方的一個破損的 就是一個壓床 那是那種壓出一個破損的造型這樣子 然後他的來福槍呢是可以像這樣背在背後 那玩具呢這隻被人家譽為呢 他是有一個非常帥氣的人形 但是有一個非常Ugly的一個車型 那車子跟人形形在後面的這邊 這個大腿的部分 小腿的部分 所以就是後面整個層層疊疊的 這就是他變形時候的一個收納 當然這隻玩具呢整個層層疊疊嘛對不對 當他變形開來的時候呢 也就是他的缺點就暴露了 當然各位覺得是不是缺點 就各位自己自行評斷吧 那OK 玩具呢就 鏡頭上看到的嘛 一個帥氣的密卡燈 然後這是電影第三集吧 第三集時候的密卡燈 就是油罐車那個時候的密卡燈 那當然 整體來說啦 我必須讓各位知道一下 他的體態 跑到一個Leader Class 那當然Leader Class大概就是一個領袖級的大小 我是不知道這隻卡這隻玩具在電影裡面 是不是真的就這麼大隻 其實我也沒有很認真去看好了 我去罰站 但是今天這不是重點 玩具就做出來了 那造型來說呢 我覺得算了還蠻帥氣的 頭雕呢就是使用第三集那個被弄一半壞臉的那個造型 可是也沒有壞得很徹底 所以就這樣子 然後呢 身上這個布呢是可以把它拿起來的 我們先把它拿起來 把布拿起來 各位才能更確實的看到玩具本身的內容 布拿起來 萊福槍是可以插在這個後面 然後布拿起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身上這邊有很多的那種鐵鍊把它鍊起來 這個是一個軟質塑膠的材質 當然只是僅此於造型而已啦 像這樣子 然後裡面呢其實還蠻空的 因為它本身呢 整隻就是把它攤開之後 整個就是很空洞 當然這兩隻 這隻跟同時期的Jetfire來比較來看呢 這隻就很明顯的low掉很多了 OK 那繼續 頭部 我們現在要介紹可動性方面好了 頭部的可動性呢 基本上是也算落賽的 雖然這邊開了一個球關節 但是只能左右一點點上下 它沒辦法做到一個很流暢的旋轉 後面這邊基本上都是被卡住的 它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太流暢的旋轉 它是做到軸是打成橫的 所以它只能夠像這樣子 那當然好不好看個人 是沒有辦法365度的還蠻難過的 還蠻難過的 然後肩膀這邊呢是一個單向的軸關節 搭配一個可以平舉的橫向軸關節 然後呢 這邊手這邊呢也有一個橫向可以做一個旋轉 那手臂這邊可以像這樣摺曲90度 但是如果你把這邊呢稍微再把它旋轉過來的話 它可以摺曲超過90度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繪 然後呢手指頭這邊呢 是可以像這樣上下打開的 當然寓意不明啦 不知道要衝阿小的 身上的細節呢 其實就一貫的Duo Series的一個細節 非常的漂亮 這也是它值得包獎的地方 當然好壞我都要講 它身上的細節呢 是確實非常值得包獎的 然後呢 腰沒有腰轉 因為它變形結構的關係 所以它腰是不可以旋轉的 是個沒有腰的男人 那這邊呢膝蓋是一個單軸關節 接一個橫向單軸 所以可以前後踢腿 但是踢腿的幅度呢 其實不大 都會被這邊卡住 左右呢開合呢 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玩具的偷膠 這隻真的偷膠偷到很不吵不吵 然後你實際看就會覺得 幹如果 反正你就用愛去克服它吧 然後腿這邊呢 一個橫向旋轉的關節 然後腳這邊膝蓋是齒輪關節 可以摺曲 這個膝蓋這一節是可以上下擺動的 調整一下姿勢 那這邊呢 有一個單軸關節 是可以像這樣子摺曲的 有一個齒輪關節 橫向也是可以做旋轉 然後呢 就可以做到一個 像膝蓋稍微微彎這樣子 那腳掌呢 這邊是腳趾頭可以像這樣貼地 這也是變形結構的反饋 其他就沒有什麼可動度了 那玩具呢 的可動就像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槍呢 可以在做一個人型型態的時候呢 可以像這樣子插在他的手上 讓他可以像這樣拿取 那帥不帥就看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還非常的 嗯 好啦 算帥吧 就像這樣子 那這把萊芙 這把萊芙槍呢 給柯博文拿呢 也非常的適合 當然看各位怎麼樣表現了 OK 那玩具的整體機器人型態的造型 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大家比較關心的是他的變形結構 那這邊呢 在變形結構帶的同時呢 我一定要讓各位知道這一支烙賽的地方 那烙賽的地方呢 你知道了之後呢 回去麻煩你 就照著我的方式 先修正一下 那首先我們先把他的鏈條給他取下來 好 鏈條上面呢 這邊都有一點小小的卡扣 請不要硬拔 硬拔他就爆裂了 爆裂你就先繞賽 繞第一步了 先把他取下來 好 好 鏈條是像這樣子 有細節刻畫 但是是軟質塑膠的 先取下來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來做變形 那變形有分成上 後車筆跟 車頭 好那看你要怎麼變 隨你高興 我們先從車頭開始好了 就下半身 首先呢把腳打直 好 然後這邊膝蓋也把他打直 好 打直之後呢 後面這邊這一塊 整個給他拉出來 好 然後這裡呢 會看到很多個關節 這邊給他做個旋轉 那變這樣子 好 像這樣子 拉起來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 車頭的地方 把他向下翻折 前面這個刺刺的是軟質塑膠 我們把他旋轉過來 讓他變這樣子 等他左右兩隻腳就是合起來 好 然後呢這邊 看到一個 旁邊一個煙囪的地方 煙囪的地方 我們先給他做個旋轉 好 旋轉之後 這邊看到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這個務必要把它組合好 然後記得不要硬掰 會壞掉 然後組合好之後呢 裡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你務必要把它扣起來 它很小 這個灰色零件跟這個零件 組合起來 像這樣組合起來 然後接下來呢 這塊把它翻起來 然後呢 腳掌這邊呢 給他做一個折疊 像這樣子 然後這一整塊就可以 給他密合過來了 這邊 密合之前呢 膝蓋這邊 當然是這一節單軸 膝蓋捏著 單軸這邊做一個旋轉 然後這個折過來 像這樣子 那一邊的車的頭呢 就有完成了 另外一邊我們再做一次 首先把這個卡扣卸開 整個把這塊整個翻出來 然後這邊做一個旋轉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 把這一塊 油桶這個地方 煙囪桶 不要再油桶了 煙囪 煙當共 翻過來之後呢 這邊卡扣扣上 然後一樣裡面這一塊 零件把它扣上 像這樣子 車頭 然後旋轉 在空洞洞的地方 等他兩邊要合起來 這邊翻開 一樣這個單軸 我們給他做個旋轉 腳趾頭 把它折過來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把它單直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一邊 兩邊左右對起來 把它合起來 這邊有卡扣 我們把它左右合起來 然後這邊左右合起來 左右合起來 然後底面呢 這邊有兩個 一個公母扣 我們一樣把它合起來 這邊一定要確實合上 然後左右卡扣扣起來 那一個車頭的變形呢 到這邊 把輪胎翻出來就完成了 目前這樣子各位看得懂嗎 車頭就像這樣子 變得很長很長 這就是它腳的部分 變成一個很長的車頭 OK然後接下來上半身 上半身的變形 首先肩胸口這兩塊把它向下扳 然後接下來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卸開 卸開之後呢 這一整塊有一個二重關節 把它拉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頭部給它塞進去 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就先等一下 我們再處理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先做 輪胎旁邊呢 這邊有兩個 這邊看一下 它現在目前這一塊擋板 是擋在輪胎這邊 這邊有一個二重關節 可以翻起來 翻起來之後呢 輪胎就會跑出來 這個地方就會往後推 各位再看一下 像這樣子 來喔 翻起來 往後推 輪胎就會變像這樣子 會翻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這一塊 整個黑色這個零件 就作為一個它背後的這個脊椎骨的地方 整個向這裡蓋過來 這裡可以看到這邊有兩個小小的凸點 各位稍微看一下 兩個小小的凸點 這兩個凸點 等下就是組合在這個凹點 把它收進去 然後 組合起來像這樣子 捏好之後 這邊就完完全全的得到一個密合 OK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 這邊 我們要把它的手 這邊是一個二重關節 可以收納進去之後呢 把這一塊疊在上面 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地方呢 要向上疊 扣在這邊 有個卡扣裡面 這邊給它扣起來 等一下喔 像這樣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要我們再做一次 這個整個收納進去之後 這個整個收納進去之後 這裡給它扣進去 像這樣扣起來 要拔掉就是 反方向嘛 就是從這個地方 稍微往旁邊這樣推把它推出來 組合就這樣子把它捏進去就好了 就會自己密合了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讓各位知道 也是這一支比較繞賽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原本它裡面就是一個兩片 像這樣子 我給各位看好了 它是像這樣子 然後一根像這樣子的軸棒在裡面 你拉起來之後呢 是要旋轉這個軸棒 然後讓它再插進去 那在旋轉的這個過程中呢 這個地方 常常就是 就是你 它的功差沒有算得很好 所以它是像這樣有一點點 我拿我的小拇指 當做一點點 它就這樣卡起來 到底也是像這樣子 所以在旋轉的時候呢 這一塊小拇指的地方 就會跟這兩片擋板 會做一個很大的硬力 以至於把這兩片擋板給弄斷 所以呢 這邊 我是建議各位 在拿到這一支的時候呢 這支本來就是要拉出來 這支本來就是要拉出來嘛 不是直接做旋轉 直接旋轉就斷了 你要把它拉出來 像這樣子 拉出來之後呢 各位看一下 裡面就是一個像這樣子的結構 一個圓軸 然後搭配一支像這樣 像凸起來的凸點 兩邊都有 然後裡面就是 自然而然就是兩片像這樣子 然後搭配那個凸點 旋轉 原本是這樣卡進去的啦 卡進去這樣子 可是這兩片凸點 它的功差沒有算得很好 所以 也會導致說這邊 你拉起來的時候 會硬力 這邊那塊 軸 然後打兩片那個 會這樣一直壓在旁邊 然後再把這一片弄斷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這邊 你拿到的時候呢 這裡面可以像我這樣子 我們現在看到 我裡面有看 我又稍微用刀片把它修成 這邊把它修起來 讓它變成不是這麼的緊 這邊可以像這樣 直接做旋轉 就不會至於把這兩片 你看各位這兩片 就不會把這兩片東西給弄斷 左跟右各有一片嘛 這兩片擋板就是像這樣子 旋轉之後呢 它會 像這樣蓋在這個裡面 像這樣收進去 如果你像硬轉的話呢 會把這兩片給轉斷 它非常的脆弱 轉好之後把它放下去 像這樣子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變形方式 這邊也是一樣 各位看一下 我們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看到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如果你沒有轉好的話呢 裡面這兩片 很容易就會被你轉斷 這邊你看各位 兩邊我都有把它修掉 你看各位 雖然修的不好看 但是呢 為了維持這個玩具的 這個關節的壽命 所以我就把它修掉了 讓它不會有什麼硬點 去硬撐的那個點 然後裝起來 其實外觀上 你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連變形上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 這邊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 這邊剛剛各位看到 這邊守一個二重關節 對不對 這時候在變形的時候呢 你就要把這個二重關節 推進去裡面 要盡量能推多進去 就推多進去 推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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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把這個擋板先拉起來 這一塊先拉起來 然後這邊手呢 你要推多進去 就推多進去 盡量塞 塞到很裡面去 盡量塞 那把這個零件整個塞到這個裡面之後呢 它變成一個像這樣公字型的 塞進去之後 這個地方 直到這個地方 可以跟這裡密合為止 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卡扣 是扣在這個地方 你要發現它能夠扣 才是OK的 那外邊也再做一次 我們把這邊先拉起來 先不要扣進去 手呢 就是像我說的 這個關節跟這關節 能夠塞多進去就塞多進去 塞到 塞到一個不能再塞之後 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地方就會像這邊密合 然後一樣卡扣能夠扣上為主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把這一個 胸口 這個胸板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卡扣 這個卡扣就是要組合在這裡 所以你這個地方 你要像這樣放著之後 扣起來 兩邊都扣起來之後呢 你要把這個零件向下壓 讓它確實可以跟這裡的零件做密合 等一下喔 扣起來 然後扣起來 那我這邊 可以 扣好 扣好之後呢 左右邊就可以把它扣起來了 然後這邊把它推進去 像這樣子把它扣好 我扣好再給各位看 因為這邊還蠻難壓的啦 OK 剛剛稍微花了一點時間 把這邊跟這邊 還有這裡做一個密合 當你把他順部的東西都放好 塞好密合之後呢 車底就會像這樣子做到一個收納 那這一款 V卡燈的車型呢 也就變形到這裡完成了 那這是他所謂的一個 油罐車沒有上任何東西的時候 那武器呢 在這個收納的時候呢 是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這一個凸點 玩具槍上面有一個像這樣子的凹點 然後可以像這樣子 把它放在裡面 等一下塞進去 像這樣子把它放在裡面 還會這樣完全密合起來 收納起來 那車子的形態呢 車型真的非常的長 非常非常的長 大概有30公分這麼長 小米的30公分 那這一塊破布呢 你要在任何一個 在這個形態下 你要做收納呢 當然你可以把它折起來 放上去也沒關係 你也可以像這樣子把它蓋起來 蓋在任意的地方 你高興就好 然後呢把這個鐵鍊呢 像這樣子把它拴起來 下面看到這裡有個凸點 這個凸點就是要把鐵鍊 勾上去的地方 當然看你怎麼勾啦 他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當然你如果不知道他固定的模式 其實也是可以勾得起來 當然看你怎麼玩 勾起來 像這樣四個點都給他勾起來 像這樣子 四個點都勾起來 那這一款 米卡燈 車型它也就有變形完成了 當然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把它旋轉 用你的方式勾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一個固定的勾的模式 但是其實它每一個卡點跟卡點之間 都是固定的 所以就算你沒有像這樣固定扣 它也是可以扣得住 當然看你高興就好 那我現在換一個方式扣 它其實也是扣得緊的 各位稍微看一下 也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看你怎麼玩 這個一樣老話一句 只要你扣得上 就好了 這邊稍微拉一下 扣得緊就好了 像這樣子 那扣好之後呢 這個玩具就是像這樣子了 他們就蓋了一塊布 然後鐵鏈練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破布 然後非常的帥氣 那Detail一下它車子的型態 當然 除了這邊 我跟各位講的 手在盒的這個地方之外呢 其他這一隻沒有太多 太多不好的地方 除了車底整個很空 車身整個很空之外 其他真的是 還OK的 就挑不出什麼其他太大的毛病 雖然這些都是大毛病 會讓人家就是得癌症的那種cancer的大毛病 那玩具就是像這樣子 基本上它非常的還原電影裡面的一個造型 前面就是有肩有刺非常的危險 然後呢上面也有肩有刺非常的危險 騎車都是軟的 但是這樣看起來就非常的危險 然後輪胎呢就是好幾個 每一個輪胎都是可以滾動的 獨立都可以滾動的 那蛇型的收納呢也 歪壓色 兩邊都有 也非常的算完美啦 在車型來說是非常的完美 畢竟Steel Series嘛 然後車底呢就比較落塞一點 那當然 喜歡的人呢就還是會接受 畢竟它就是把這樣這麼長的一個車型 它壓縮成那個非常小 就是一個比較沒有這麼大隻的一個機器人 所以其實它的技術來說呢已經是非常上層了 那當然這一隻整體的變形結構來說 除了扣掉這兩塊很容易損壞掉的部分之外呢 這一隻大概有個80分沒有問題 當然我指的是這兩個容易損壞的卡扣的部分 我再次強調喔 你真的在把玩的時候這兩個地方一定裡面的關節要照我說的來把它修正 不然這隻真的你拿到的時候呢 你真的如果一邊拍你就會靠到沒辦法喔 真的喔 OK 那以上呢是今天這一款 Duo Series 34的一個介紹 當然 我是不是這款影片呢 為什麼這麼早放 是因為我不希望呢 各位跟我朋友一樣拿到了一支爛掉的 密卡燈 它拿到之後呢 因為裡面說明書其實並沒有寫 然後它拉起來 就算拉起來了 在旋轉的過程中呢 那個零件跟零件之間的公差也沒有算好 所以一啪馬上就斷了 各位剛剛可以看到我桌上有放一塊那個東西的零件 現在我不知道要掃去哪裡了 那就是它裡面的零件 當然各位如果不想步入它的後塵的話呢 就照著我的方式 一定要確實的拿你的筆刀起來修改 寧可讓它稍微動一點刀 讓裡面的零件稍微的切合度好一點 你也不要讓就是為了整體都不動刀 然後去把它掰斷掉 那個就算你的現在沒有斷 那當然也是跨力的啦 看你什麼時候會壞 我就糾纏你一點的傷害 OK 那今天這款就介紹到這裡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然後你喜歡呢 就幫我轉發分享 那當然也幫我點個讚 如果覺得這影片呢 弱麗巴做一大堆也拼不懂你在講什麼 幹都會不會一大堆 你就幫我點個 這樣子都沒有關係 反正各位高興就好 新年快樂嘛對不對 那 作為各位購買時候的參考吧 當然 如果覺得我介紹影片的方式呢 就像聊天式的 在變的時候呢 可能有時候講話就是很隨性 那如果覺得這種風格是你能夠接受的 就幫我點個訂閱 然後記得把下面的鈴鐺打開 隨時隨地看我更新新的影片 這個影片是最近這幾天呢 又新發的 各位一定要務必去看 那當然 我是以這種變形合體玩具為主啦 那比較少量的可動玩具跟電子玩具 當然 看我心情什麼時候想發什麼 就發什麼 那當然大家就期待吧 OK 那今天這玩具就介紹到這裡囉 謝謝各位